这个现在就要往武汉走了啊 就是自从上一次的事以后一直避免坐飞机 没想到还是避不开 因为自博这个地儿吧 到武汉只有两种选择 坐火车 要么就是14个小时 要么就6个小时 但坐飞机只要一个小时 而且这个动车票要600多啊 这个卧铺票要400多 然后飞机票是300多 所以说我就被迫选择坐飞机了啊 这个心里实在是扑扑的跳啊 这个录个视频录个视频 就上车了上车了 好多年没坐这种空调大巴了 但现在还没空调 特别热 终于到了济南遥墙机场 我感觉这个机场比郑州的那个小好多 是不是 还是说要比郑州那个大 哇塞 大家看这个东西 哇塞 哇塞 看着好可爱啊 这个机器人 哈哈哈哈哈 真好玩这个玩意儿 哈喽 啊行吧 只能在这等着取票了 直击直击 嗯拿到了拿到了啊 这个进安检啊 走着越来越紧张了你知道吧 直击直击安检安检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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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建武汉建 哎呦我操我终于进来了 刚才在路上啊 非说我包着有俩充电宝 斩了半天 另外一个是无人机的电池 哎呦我也是醉了啊 然后就闹了一场乌龙 哎呦天呐累死我了 哎呦我去终于该登机了该登机了啊 紧张 噜噜噜噜上飞机了 上飞机了这是个小飞机 只有六座一排 终于坐定了 不定了准备起飞啊 紧张紧张 妈看我这次多惨 这次坐在鸡翅膀上 正好在鸡翅膀上 正好在鸡翅膀上 太坦了 出发出发 武汉我来了 走了 正好坐在鸡翅上 走啦 走了走了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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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到了到了 基本上看见地面了 100米白头 降落了 手心全是黑 胜利落地 今天一路上心都提在嗓子口 这个心膜算是破了 这一刻才算一颗心放在心底了 到了到了 哎呀妈呀到了到了 出来了出来了 有20年啊没有有10多年12年没来过武汉了啊 得了诸位这次的心膜算是破了以前嘛就老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咱们国内啊能跟这个俄行机长比肩呢只有山行机长 因为山行机长也是啥天都敢降啊开的飞快你知道吧而且呢这个啊起飞也猛降落也猛而且这个速度还快啊之前我还不信啊这次信了我们这趟航班应该是4点05分降落 他还晚起飞了10分钟 最后他还早到了20分钟 哎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啊因为我做的是波音737的中型机啊他没有他那个每个座位上的估计机型比较老的每个座位上的没有GPS 这时候我看不到是怎么飞的我感觉这个挺猛的而且在空中好几次大角度转向因为你坐飞机嘛在空中大角度转向也是常有的事啊但你像这一次似的就是这么连续几个大包括包括你知道他那个降落 那妈盘旋着落的你知道吧我觉得挺牛的哈哈而且你落的时候我都因为我以前坐飞机啊虽然说坐过很多次但我从来没担心过遇到颠簸也好啊抖动也好啊我都无所谓但由于上一次的经验呢这一次降落我就特别紧张你知道吧再加上这个大数据呢也见就是你你一担心这个东西呢他一听到你聊这个东西呢他天天给你推送这个空中浩劫系列 空弹系列你就看完了你就特别害怕你知道吧哎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说这次稍微有点些许的抖动颠簸就给我吓尿了虽然说中处只飞一个多小时然后降落的时候那个机长又猛呱抖着飞机抖着我都在看下抖着往下降以前我完全不会担心今天我真的是手心都已经冒汗了啊那不管怎么说啊就是上次担心过以后我觉得我可能除了美国不会再坐飞机了啊因为去美国你不得飞机没法去吗那现在 那现在我是已经破了这个心魔了我觉得下回可能就不会有再有那么紧张因为毕竟是咱们说一招啊被蛇咬十年怕警生嘛对吧那这次就还好了啊然后这次总体来说啊这个还算是比较成功的一次飞行主要还是机型比较小中型机一共就坐了100多人然后那个飞机太小了一个是空间小 还有一个你就是感觉在大自然面前这个小小型机来阵风它就摆你知道吧就特别不稳那行吧那不管怎么说到了啊到达武汉 十几年没来武汉了啊咱们就这回我要去看看美女啊什么武大什么还有什么地方 江汉路不行街啊其实我之前就去过啊看他这个一体化做的真是还行 多少钱啊这15万左右压迪琴是吗对是 是行方时光一发生这一年最安全速度75 看来要进市区了哈 四百米处右引进车道开进 下去这是汉口啊这到汉口呢还没到汉口汉口马马在高了 武汉其实看着挺不错的 虽然说还没到啥核心区 尽早做测试车达 其实你说湖北这地方吗存在感不高 但是武汉这个城市存在感还是挺高的 是的已经说了武汉北好多人都知道了 对武汉全国都知道 但你一说这个湖北别的城市 这他就没很多 你说说话是不是这油车跟电车 就是你觉得电车真的省了 是这个确实 确实对 我觉得晚上充电差不多 我看你这现在还有多少 现在百分之七十七 七十七 但我今天没跑用单子 我在晚上充电差不多花 因为我充电会员差不多花二十九块钱 这个也看你使用情况 如果你每天上班要开车的话 那肯定是 开着电车 对 如果说你在放在家里面一个月开了一两次 那就完全没必要了 我这个到二七长江大桥了 长江凉了 我怎么感觉这都干了是吧 水少好多了 啊水少了好多了 兄弟们我到了 我已经到酒店这儿了 我就住在光谷这边啊 一个创业园区 这边又有好多大公司在这儿啊 所以说年轻人非常多 上班族非常多 这会儿正好是晚高峰有点像北京的什么三里屯啊四会啊旺京啊类似于这些地方 大家瞅瞅我这个妈呀 多少人 多少车 这正好是快晚高峰点 我看好多的下班族都在往那边走啊 这好像还没有完全下班呢 这会儿才下午五点多 现在这房间啊 这个开完了 开完了 走着 刚才重新拍了一次 这个房间 其实还是个相当 不错的房间啊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 然后呢 也不贵啊 然后呢 这边呢 它有一个浴室啊 非常的有意思 开玩笑啊 然后这边就是商业区啊 然后这是什么啊 这是啊 这哪里就是传说中的衣柜吧 行了 到武汉了 这个我也准备歇着了啊 这个今天这期呢 就跟大家拍到这 有什么有意思的 你带跟大家说 这期聊着 大家拜拜